9点23分我们回来关心 今天Selina终于要结婚了 我们也回顾SHE女子天团 曾经了十年 所以Selina呢转战了主持 还有Ella走向了戏剧 Hebe她也推出了个人专辑 更是摆脱了可爱天真的形象 她变成熟文艺气息也浓厚了 她有点酷 曲风有人说很像王妃 尤其是Selina的活稳事件之后 我们看到Hebe也更成长了 十年前恋恋未满这首 会智人口的曲目 除了是SHE的出道作品 也令三人一炮而红 光是全亚洲的销售量 就突破75万张 就连Hebe当时的布丁头造型 也掀起了一阵潮流 论起初起SHE的歌曲演绎 Ella的声线较低 常全是零影部分 当年18岁的Hebe 声音较为油嫩 长汗柔软的Selina混淆 等到第五张 Superstar专辑推出之后 SHE也告别了半手软时期 从少女迈入了小女人阶段 觉得三远的声线 剑驱成熟 也更树立了个人风格 有比于Selina的平稳柔甜 TB的声线 向队语轻亮且颇具弹性 第十张专辑三个女生 也都迈入了亲手的阶段 发展也越来越有各自风格 Selina转任主持Ella在戏剧 友谊遍天 文艺气息浓厚的Hebe 则是继续主攻她喜欢的音乐 她的iPad里面 有很多很多 像是什么 奇奇怪怪的独立音乐 北欧的 然后欧洲的 就是我们不太熟悉的 一些独立的音乐 独立乐团或独立歌手 创作歌手 2010年 Hebe以超级新人滋滋 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走旁课路线 多了点个性元素 但是大家对她的印象 仍然停留在SHE的Hebe 而不是她自己 直到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 My Love她才真正成为田富珍 打掉SHE中单纯可爱的形象 文艺女田富珍 喜欢看书 热爱环保 更钟情艺术 歌曲中还融入了歌剧严肃 在新专辑中 她的音乐更成熟了 Hebe长大了 Ella怎么突然变这么漂亮 可是其实 可能她以前是比较中性的打扮 可是我以前就有看到她那一部分 比较女性化的那一部分 那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这一部分 很个人的感情观 跟一些思想 其实以前也存在在我的身体里面 只是没有完全地展现出来 第二张专辑的她形象更为鲜明 不过在录制音乐的过程中 她也遇到了人生平静 配唱录音的时候 Hebe那时候就是 可能身体有一点点 不舒服 不舒服她有耳鸣是晕眩 就是有一阵子是唱唱唱 然后突然会听不到 然后会 一方面也是自己压力比较大 如果这是你不能逃避的宿命 就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田夫珍认真可爱 但独立爱成枪 这首请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就展现了她的自尊心 至少让我相信 被一起有被一起的道理 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那个口气 那个口吻 本来就是Hebe的口吻 对她 那时候拿给她一看 她说对这就是我 她其实是在爱情里面 是一个逞强的人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 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 才发现自己中口插了一把刀子 新专辑中田夫珍的酷 有人说像极老王妃 扮相越来越有形 曲风也越来越沉稳内恋 她的恩师兼老板说 Selina的活吻事件给她上了一课 那我觉得这整个事情 对来讲是一个学习 那其实她心里承受的压力 对包括 其实她好想天天陪着Selina 在医院 可是她有工作在忙 那有时候她 比如说那时候Selina还没出院 的时候她外地宣传回来 下飞机 很晚了 她很想去看一下 可是真的身体很疲倦 对那心里 不能没有去看到 同事说你先回家休息 你先休息 她那时候会觉得丢急 好姐妹骚受生死也震惊之余 她也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 铁布甄成长了成熟了 和Ella一起唱谈姐妹情 她说你们就是我的鞋与肉 我们三个在彼此的生命里面 就好像他们的血液在我的身体里面流着 真的是身体的一部分 对虽然我们不是亲人流的不是同一种血 都觉得就是好像感情深到比亲人还要深 因为我们经历过了很多 我们是战友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姐妹 所以我们才会以老婆相称 朋友姐妹都已不够 来形容我们的默契骄傲 扶持与包容 你在哭喔 败 我们就来人家唱歌了 朋友 本来不是很红美的一步 好姐妹十年了 Zelina感动的哭了 收场之后 Hebe和Ella陪着她不见 随着婚礼的到来 SHE也经常一起出现在荧光幕前 虽然现在各自有了发展 但是这个超级天团不会解散 因为Hebe也将继续唱着属于他们的故事